去年台湾接待超过了千万国际旅客 那成绩亮眼 其中美国到台湾旅客超过了52万人次 为了持续吸引美国旅客到台湾 交通部观光局率领台湾观光代表团 来到了北美洛杉矶开拓合作商机 为了持续吸引美国旅客来台 支持美国旅游业者推广台湾行程 协助搭起台湾与亚洲各个旅游目的地的合作桥梁 近日中华民国交通部观光局刘喜林副局长 率领台湾观光代表团一行41人 赶赴洛杉矶开拓多元的观光合作商机 在这之后 代表团还将在旧金山以及纽约两大城市继续推广 交通部观光局以Tourism 2020 台湾永续观光发展策略为指导方针 进行国际宣传推广 利用主题式的旅游拓展新客源 主打2017生态旅游年 并且封研2018海湾旅游年等等 这次是首次将推广会举办在邮轮上 目的是打造全球最美丽海湾台湾的观光倾向 也表示台湾是亚洲邮轮的第二大市场 台湾邮轮的接待能量成为了推广会的亮点 我们非常高兴这次总共有台湾41位的业者来参与北美推广活动 那我们也看到整个美国市场在到台湾的部分 今年一到六月都还有10%这样的一个成长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市场是极具潜力 所以这次我们带给所有美国的好朋友 我们是推出2020这个台湾出席团体团体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年的生态旅游年 以及明年世界最美丽海湾的一个海湾旅游年 让更多美国的民众来台湾享受乐活浪漫文化跟美食 这样的几个体验 那这次是我们来美国推广的重点 为了强化这次推广的效益 交通部观光局还特别安排了观光资源简报 将台湾丰富的观光资源游会措施 传达到了当地业者手里 并且提供了宏观的旅游信息 这次台湾观光代表团报名相当踊跃 共有15个由旅行社、饭店、旅游公协会等旅游相关单位组成 为北美当地的业者介绍最新的旅游资讯 以及不同消费族群的分类产品 并且借着这个合作商机 增加合作伙伴贩售台湾旅游产品 爱美奖金奖导演及主持人Joseph也亲临现场 推荐台湾的自然风光和浓厚的人情味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